聂念今天在北京举行了首映里 伯纳总裁于东导演张爱佳 出演张孝权李欣杰 柯宇伦出席发布会 聂念主要聚焦于两代人的关系 是部很温暖很感人的电影 总是觉得很开心 因为这部戏已经做了将近快两年了 终于把它完成了 所以这部电影很温暖 也很感动 我觉得在这个 时间给全国的电影观众呈现一部 不一样的台湾电影 应该说就是我们 记忆伸出的当年的 很多台湾电影的 那个记忆都会回来 显然聚焦两代人的关系 主演们除了戏里过过瘾 这还没宝宝的张孝权 和柯宇伦在戏外 也迫不及待地畅想了一下 和未来宝宝的相处模式 我可以给 如果我有小孩的话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给他很多空间 对 但我们害怕没办法 因为我的个性比较不是这样子 对 就给他多空间 就三样的方式嘛 就这样子 哈哈哈 那宇伦呢 以后 能够做我为父亲的话 嗯 我觉得 当然能够向朋友是最好的 嗯 多沟通 多沟通 可是我觉得这种事情 可能还是要碰到才知道 对 搞不好生一个女人走开心 生一个男孩就 不要给他 不求 基本上我还是 非常希望能够当好朋友 嗯 对 三样也好 朋友知道相处也罢 二位男神 还是先有宝宝 再考虑这些吧 又不全宜乐 期待念念温暖来袭 北京报道